首席級,大家好,我是Johnny 今天來到泰國第五十五天 今天有點特別 我的兄弟,今天就是最後一天留在泰國 盡量將鏡頭集中起今天我和他最後的時光 既然今天是最後一天,當然要讓他上鏡 首先到,龍眼味道的感覺 清清甜甜 在這個空檔,Johnny說一說 這間餐廳叫通絲襪 通絲襪,是這個名字 感覺上應該這間店都開到四處都是 感覺上,因為我現在進來的商場 它比較大 觀眾的,Johnny現在未吃 告訴大家,如果剛好 那間Johnny吃到真的不錯 觀眾就自己在Google Translate 或者在泰國的到處找一下有沒有這間餐廳去吃 一樣我都說說,剛好我看過餐牌 麵來說稍為貴少許,雪麵來說稍為貴少許 其實這段時間Johnny大大說 都吃過不同地方的雪麵 有些好地道,好草根 可能在一些巷邊,完全不懂泰文才能說到 又或者是有餐牌 有中英對照的店舖,我都吃過 感覺上,暫時以我的感覺來看 越地道越好吃 不是吃風味的問題 是那個手勢,我覺得大店舖比較難模仿 小店舖邊的位置 反而很接近當地人的味道 味覺 亦都是你在其他商場,比較難試到的口味 我自己覺得 在吃之前有個空檔 跟大家說說我對雪麵 泰國雪麵的看法 至於香港的雪麵 我吃過香港的雪麵 沒有這個感覺給我 是否不能給我就不說 總之就是香港的全面 對Johnny來說,他自己覺得不太特別 OK,我們吃今天的第一餐 現在4時 一樣,點了麥克風 麵糕不是特別多,但看上去的樣子也挺漂亮 麵糕我剛才已經撈了,大概這麼多 OK,試試湯 湯是濃味的 吃下去都可以 味道是稍微濃 但是吃下去都可以 未至於說我覺得太特別 旅程你都見到會放多了少少的香料 所以湯是濃味,也有這個原因 吃一點牛肉 好,因為剛才Johnny 點的那一餐 其實我看到那個菜單 看到它的牛肉是稍微香的 我以為它是上牛肉泥的時候 牛肉上桌的時候 可能是半生熟牛肉的狀態 但我看到它現在都完全熟透的感覺 這個就有一點點失望 因為我打算是吃餐牌的半生熟牛肉 即是看到它有粉紅色狀態 現在試試它 雖然它不是完全半生熟 但吃下去它的質感上 肉都不是入門藍的肉感的味道 可以 但其實整個餐來看 它都有三四塊左右 反而那個餐裡面的牛肉肉片 這個肥牛肉片 我覺得OK,我挺喜歡 可惜就是它跟餐牌上面 如果餐牌不是粉紅色狀態 就不會令我期望有一點點失望 因為我期望了它是半生熟狀態 但來到不是的時候,我就有點失望 都忘記了餐牌 我試試餐牌 餐牌感覺上就像是紅油炒手 但它的名字不是紅油炒手 用這個樣子試試它 OK,餐牌是薄皮薄的 但是餐牌上來說 那個醬汁調味就不錯 你看到它的餡料 醬汁、蔥、蒜 都OK 吃完兩樣的食物之後 整體來說,這間店的湯籠 味道剛剛都平均了 這個肉質 都是OK的 然後醬料方面都可以接受 但除了這些位置優勝之外 其他位置裝來都沒有太驚訝到我的感覺 這間店的食物 我已經分享到這裏了 OK,剛剛吃完 整體上的味道剛剛拿到蘋果 不是太特別 但價錢上對我來說很衝擊 1000匹 事關我去到其他地方 吃一些很美的質素 當然是沒有餐牌 比較地道一點 味道就超正 60匹至100匹以下 我們現在兩個人點了兩個麵 兩杯飲料 一個雲吞 加上1000匹 對我來說就不太接受到 如果不懂賺船麵的觀眾 都可能會來這間 因為剛剛我見到有很多香港人 和外國人都進來這間店 但如果對我來說 半個泰國人 和我都有身邊的泰國朋友 吃薯麵都不會進入這些大店 再加上比較地道畫面的薯麵店 才能夠吃得出那種真正薯麵的味道 不是因為它的湯底是中式 這個不是中式 這是啡色 可能很多觀眾以為麵 麵的湯底是啡色才是正宗 其實不是的 我吃下去的味道都很中規中矩 我就告訴大家 薯麵就不一定是啡色的湯底才是正宗 就像我這樣 進入這間店 其實 嗯 因為我見到價錢上來說都比較衝擊 所以我講回一點實話實說 OK 表達的就來到這裏了 我們下一個位置再見 不過DJI的展覽位置很有感覺 全部產品我都差不多有 給大家看看 職員見到我都應該嚇一跳 很久沒有放出 很久沒有放在外面 因為正常一套買的 很久沒有用過我們的Avatar 未來有機會再試吧 OK,看完這些畫面就當作玩了 FF完了,走 少預告,應該25號 Johnny就會去Icon時間聽他的表演 因為我其實聽過他很多歌 他還有一個Youtube頻道 分享他作的歌,應該是他作的歌 大大話我都聽了不少一次 所以我們25號應該會去Icon時間聽他的表演 我再分享給大家看吧 現在我來到一個戰場的位置買鞋 為什麼是戰場呢? 因為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聽到這裡說 他有一個60%的優惠 給大家看一看畫面,超瘋狂 鞋款都很多新的 這些款式香港好像沒有見過 這些款式香港沒有見過 上次Johnny在另一間店舖都見過 但價錢稍貴,沒有跟大家說起 現在看到這裡有60匹 我也做過小展示 一來展示一下新款的鞋 對,60% 我剛剛說過 現在說錯了 你聽到這裡嗎? 超多人進來買鞋 大家未見過 Johnny來到泰國這段時間 都不是很多店舖都有 之前Johnny在香港的時候 好像不覺得有這些款式 如果大家來泰國的你 都留意一下這些款式 看上去可能有點接受不到 但穿上身比較漂亮 探索了一陣子 終於找到60%的優惠 但就這樣說 有這個優惠已經令到這個場 爆了 超虛陷 這個場 我們出來外面 現在晚上5點 聽到一個音樂 沿著音樂去找 看看今次的表演 會不會又是有歌手 因為上次幾年前 我剛好來到一個歌手 應該不是歌手 你先過去聽聽 他剛好播到這首歌 我也喜歡聽 可惜他們不是歌手 應該是當地的樂隊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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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P B啊 CUP CUP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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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很好氣氛 雖然現在還在日後畫面 有少少樂隊的音樂 也帶動了人群留在這裡 有些不同的設施 大家來這裡打卡 和玩一些旋轉木馬 氣氛都是超一流的 觀眾的理由 我也讓你感受一下 到了聖誕節 這位應該超棒 好 最後的行程 現在Oscar就過去四面佛那邊 我們就過去 過去 在對面而已 其實很近 走大概三四分鐘的路程 就到了 看到遠處那邊嗎 我們現在過去吧 Johnny說一說 他的拜法相 昨天Johnny就 我們去過 曼谷的大王宮 那位姐姐都教我們 拜四面佛 近是拜正面 由正面開始拜 然後由左邊 繞到右邊 之後 每一邊的方向 裝三支箱 這就是一個正常 拜四面佛的流程 如果你是求其他東西的話 就會去後面的位置拜 但如果正常去拜四面佛的話 就是我們在面前的正面方向拜 就可以了 那我再補充一點 剛剛Oscar 拿了少少拜一隻的東西 那現在就加多一樣 每個方向 就插到一支 黃色的香 然後呢 還有一個婆婆 就跟大家說過 正面球就不用橫 在另外的三個方向球就要橫 這個小小的知識 觀眾的理 如果不知道的 我就告訴你 大家就有個概念 不要看我昨天那條片 現在就再說一次 拜三拜 那就合十 然後雙手就碰到地下 一開始 第一拜就拜給媽媽 第二拜就拜給父親 第三拜就拜給佛 三拜就是這個意思 Johnny昨天都很認真的 雖然我拍片 但都盡量聽過婆婆的解釋 希望我將昨天的內容 告訴大家 如果昨天的影片 大家沒有看的話 大家想知道多一點的話 也可以在上面的展示圖 找回曼谷大皇宮那條片 就會有很多關於 泰國的歷史 壁畫上面的含意 和泰國的文化 都會是大家聽到之後 會略明白一二的 因為是一個中文的講解員 專業去綁述 好 完成了 完成了 我都整頭汗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完成了 拜四面法的流程 那如果觀眾 你想再清楚的流程 就聽回Johnny組段的錄音 因為Oscar 都是在香港做生意的 那 剛才那個職員 就說可以買一些 供品 在大象道拜一拜 接著就繞著一圈拜之後 會對做生意有幫助 至於基本拜法 我剛剛都講過給大家聽的 OK 那如無以外 今天尾聲 我想將四面法 做為我們這部影片的尾聲 大家看完 都跟Oscar 和Johnny一樣 摺過這個福氣 我是Johnny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 和打你小鈴鐺 我一定你下部影片再見 Oscar一樣 我們有緣 再相會 在我頻道和大家見面 如果還有什麼補充 我會在後記 觀眾 你看過我的影片 就不要走 到時就知道 我有沒有追加的內容 OK 我們下一部影片 再見 真是再見